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有一本很著名的心理学名著 叫做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听这个名字可能你会觉得很陌生 但如果你知道它中文翻译是什么名字 那你应该听过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阿德勒的作品 自卑与超越 今集我会从四个方向和大家讲这本书 第一个部分我会和大家解释 人为什么会自卑 第二个部分就是自卑会带些什么给我们 第三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可以克服自卑超越自我 第四个部分就是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生活的真正意义 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四个问题一起去看这本书 又或者是听这一期的节目 在大家的印象之中 我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超级无敌自信的人 如果由我去讲一下什么是自卑 会不会有少少chemical effect 而我这个自信的外壳底下 会不会又隐藏着某一类型的自卑呢 今集我会跟大家一一去分析这些部分 阿德勒认为不同的人面对自卑会选择走不同的道路 对有些人来说自卑会驱动着他们进步 而对某些人来说自卑可能就意味着就此沉淋 要了解什么是个体心理学呢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人生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是MISSY帮你出的一个我的自愿的作文题目 所以你不需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你只需要很诚实地去检视一下 你从小到大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 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的准则是什么 你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这一切都代表了你对人生的喘息 在阿德勒的理论当中 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很多行为 其实都是由自卑那里延展开来的 如果我们搞清楚自卑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就相当于明白了我们自己的每一种行为的机制 找到自己人生的break和踩油的制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自己的某一些坏习惯 当我们理解自己是怎么样变成现在的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由内至外实现真正的改变 这种改变才是彻底的改变 很多人终其一生其实都没有做到这件事 我们是将我们很多童年时候的坏习惯 和最初始的那种自卑 带到我们两脚一身的moment 整世都受到童年阴影的困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现象 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些有兄弟姐妹的家庭 一般最经常会去看心理医生的 会是大家姐或大哥 而最野心勃勃又或者最有憧憬的那个兄弟姐妹 一般都是在家庭里面最小的那个 但同一时间他也有可能是最脾气的那个 所以亚德勒曾经说过 自卑能够毁灭你也能够成就你 那究竟我们要如何克服自卑和超越自我呢 这本书的作者亚德勒曾经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他的童年简直就像唐八虎点秋香里面 那个跟周星驰爭入华府卖身葬陷家的人一样 谁救我惨啊 首先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只丑小鸭 不英俊 身材矮小 鸵背 有软骨病 四岁才勉强地学会走路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很坏不坏 他竟然还有一位人生胜利组的哥哥 又英俊又聪明 爹地妈咪又喜欢他 后来还很有成就 两兄弟被牺牲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这一点就加重了亚德勒他的自卑感 但还没够 亚德勒他不单止天资不好 就连运气都衰过人 在幼年时期曾经经历过两次车祸 在很小的时候已经是体会过死亡的那种恐惧是什么 所以总而言之 亚德勒他是一个先天不足 后天又不顺的小朋友 他自小就立志要做一个医生 后来他不单止成为了一个医学博士 甚至还被鼎鼎大名的精神分析大师佛洛伊德赏识 成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第一任主席 他和荣格一样都曾经是佛洛伊德的高徒 他被誉为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 不知道是否佛洛伊德和这两位人兄的八字都不够 无论是和荣格也好 和阿德勒也好 最后都是因为学术上的分歧而反了面 佛洛伊德认为人的众多行为都是由性所驱动 而亚德勒因为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令到他不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先天所决定 他更加强调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 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到个人目的和社会的驱动 一个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阿德勒和佛洛伊德的理论在哲学层面上已经有分歧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如果可以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就能够有勇气去战胜先天的限制克服自卑 最后超越自我 阿德勒不需要找其他例子 他自身的经历本来就是一个超越自卑和改变命运的经典案例 所以他的这本《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就是个体心理学的代表作 这本书在1932年就已经出版了 之所以中文的翻译会变成《自卑与超越》 因为自卑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中最核心的概念 而超越自我也是所有人一生的追求 我们首先来解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人为什么会自卑呢? 我们作为一个人类 在很多时候都会处于劣势的地位 在童年的时期 我们无论在身体上又或者在智力上 都要被成年人处于劣势 而去到成年之后 我们经常也会感叹强中自有强中手 而去到老年就更加不用说了 当我们发现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的时候 已经没有时间再追了 而人一旦处于弱势 那就会产生自卑感 所以在阿德勒的理论当中 自卑感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场合底下 你一定会处于劣势 而当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 自卑感就会忽然间在暗角飘出来 这件事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同的人去处理自卑感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第一种处理自卑感的方式 就是我们所说的追求优越 我们会通过逼自己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之好 来对抗自卑感的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 意识到自己家是不太有钱的 那我们可能会通过认真读书 考试拿高分 来营造自己的优越感 当我们班里面的又有钱 又喜欢打着一条煲胎的肥仔 笑你在落堂的时候 没钱去小食堡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笑着指着肥仔的鼻 说他下世都不用指意 可以得到你现在获得的分数 不过当然就算这句话不用说出口 我们的那种自卑感 都会在某程度上得到缓解 这种这样的补偿方式 其实是会有一个分水嶺 如果我们努力的方向 是有助于我们的人际关系 是倾向于与他人合作的话 那我们的这种努力 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人生里面大多数的问题 我们就不静止可以克服自己的自卑感 还可以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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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亦都是很上进的 我们亦都是很努力的 不过你全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排斥和他人合作的 我们很可能在某个方面 会变成很优秀 很成功 不过到我们大过了之后 就算是有成就之后 我们仍然摆脱不了生活 为我们带来的那种脅迫感 就像很多已经很有成就的人 很有钱的人 甚至是有权有势的人 他依然觉得自己不幸福 每天都依然活在恐惧之中 其实当我们不选择和他人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对立面上 而当你的潜意识都认为自己和这个世界是对立的时候 就算你拥有再多的东西 你有多优秀 你的内心都依然是不安定的 不安定的内心就不可能可以催生真正的幸福 我们又回到先前在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例子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 是没有肥仔的家里那么有钱的 所以我们通过考试的成绩 去追求一种优越感 所谓的优越感 它只不过是一种感受 它并不是现实来的 假如肥仔家里又有钱 读书又聂 那你的这种优越感 就会荡然无存 我们会发现很多生活不太如意的人 他们很容易会变得好像很清高 很容易会站在一些道德高地去指责其他人 通过指责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来获取优越感 所以作为一个穷人 我们会指责肥仔 你人生靠富干 你死好彩 你虽然有钱过我 但你不是好人 你那些污租钱都不知是用什么方法 来骗回来 你通过剥削你的雇员赚回来 当然这些说话不需要说出口 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想法 实现短期的心理平衡 我们会发现追求这种优越感 比刚才我们追求比肥仔的读书的成绩 要更加之叻 其实是更坏的 因为这种所谓站在道德高地的优越感 他并没有实际性和建设性的效果 他不会令你变得更加之好 你指责肥仔读书不够你 至少你还会很努力地提升你自己的读书的成绩 还是有少少建设性的效果 但是通过精神胜利法去指责他人道德不及自己 其实并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作用 纯粹只是可以帮你获得某些心理上的平衡 所以我们会发现经常抱怨的人 他并没有办法可以真正地改变他的生活 对一切满意接受一切 我们才可以更加好地面对现实 因为你指责完其他人的道德不及理 和抱怨完之后 人家给你有钱这个问题你并没有解决到 你最终还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发现当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的时候 我们又会再度陷入更深层次的自卑 这个过程会反反复复地困扰我们 当这些自卑感变成了一种常态之后 它就不再是普通的自卑情绪了 它就会变成自卑的情结 当我们陷入了这种自卑情结之后 我们就会将自己限制在某一些 我们能够掌控的生活环境当中 我们通过限制自己的生活环境 而去远离生活上各种现实的问题 我们就好像人为那样 起了一座小小的监狱困住了自己 我们不去和肥仔做朋友 肥仔想着帮下手和你一起玩 你都不愿意和肥仔玩 对任何家庭环境好过你的人都戳之以鼻 拒绝所有人对你的帮助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牢笼之中 反而会觉得自己才是自己世界里的掌控者 这种虚假的优越感阻碍了我们去解决真正的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可以和肥仔做朋友 当然不是很公利地特意去接近肥仔 通过正常的社交和肥仔做朋友 我们其实无论是见识 又或者是思想的高度 都会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和肥仔从小玩到大 肥仔他掌握到一些好的资源 大过了可能也会和你分享 而如果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将肥仔隔绝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这个可能性就不会存在 所以我们会发现往往自卑的人 是非常脆弱的 他们是十分之依赖一些稳定的环境 一旦他们的环境出现了一些波动 他们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失控 通常自卑的人会喜欢留在自己的困难中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有一天妈妈病了 你就会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东西 原来最后一场很小的变故就会把它拿走 我们又会再一次被自卑感所淹没 而如果这些刺激是接二连三的 妈妈病了也不要紧 爸爸中了疯 弟弟还被人拉去坐牢 自卑的人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就会陷入人生里面的崩溃阶段 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将自己困在一个牢笼里面 我们不太愿意去挑战自己 喜欢活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 因为对自卑的人来说 挑战意味着有失败的风险 一旦失败这种优越感就会丧失 我们做一份稳定的工作 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爬到去管理层 这种按部就班的做法 通常都很受自卑的人的青睐 一步一个脚印最稳定 但我们有时见不到的地方就是 这些看似稳定的工作 其实是暗藏着很大的暗流 它的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 例如当你遇到变故的时候 一旦我们陷入失败 那我们这份稳定的工作 所带来的这种优越感 马上就会丧失 例如你忽然间被人炒了 你原先在公司里面 所建立的一个虚异的身份 没有了 那这种自卑感 马上就会取代你原先的那些优越感 阿德纳他认为 当人处于劣势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采取行动的动机 但有些人会通过 令自己进步来对抗这种自卑感 最后他们在生活上所有的问题 都被切实有效地解决了 那他们在生活上 就会活得比较开心 活得比较有意义 而有些人就通过追求虚假的优越感 来去对抗自己的自卑感 但是这些努力 往往只可以起到一些短暂的作用 并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到实际的问题 所以不同的道路会导向不同的结果 亦都会塑造截然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的人生里面绝大部分的时光 是在追求真正的进步 还是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优越感 我们有时发现自己会很冷散 那究竟我们是真的冷散 还是这种所谓的冷散 只不过是一种表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时我们的一些坏习惯 其实是某种我们用来抵御自己的自卑方式 因为一旦我们放下坏习惯 例如我们不再冷散 那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自己的自卑感 以大雄为例 如果有一天他开始很努力 每天都很认真地读书 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依然发现自己还是忌不如人 还是不够春木忏那么厉 自己打棒球永远还是组织波仔 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会陷入绝望 原来我努力之后都是不够的 现在你可以把自己不够 赖到自己懒散 赖到自己不努力 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努力都是不够的话 这种自卑就很难回头 所以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绝望 我们更加愿意生活在一些坏习惯里面 我们将自己的生活活得差一点 我们将我们的关注点放在指责其他人的身上 我们赖一切都是地产霸权 我们赖一切都是因为不公平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既冷散又舒服地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这些方法并不是正确处理自卑的方法 很多人理所当然会觉得 只有条件不好的人才会自卑 但其实无论你是人生胜利组也好 还是你先天就是条件不好也好 当现状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期待的时候 人就会自卑 有研究表示我们看回小朋友 写我的志愿的时候 通常性会写些什么呢 其实有大部分的人都说自己长大了之后 要做Mrs.或Mrs.的 为什么小朋友喜欢做教师的职业呢 其实主要有原因是因为 在当时那班小朋友的心目中 自己既弱小也没有能力去改变现象 而Mrs.和Mrs.又是他最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人物 又或者是职业 他见到这些职业的人群 是比自己更加有权力的 是可以掌控到其他人的 可以控制到比他弱小的人 所以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 老师就代表了权威 拥有权威 就可以令到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之好 自己就可以拥有更加多的安全感 其实一种想成为老师的愿望 亦都是一种对优越感的追求 亦都是对内心自卑的一种补偿 阿德罗亦都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他发现那些自小体药多病 又或者是经历过家人病逝的小朋友 他们通常都很努力地想成为一个医生 因为这样可以令到他们觉得自己 可以对抗疾病和死亡 可以克服死亡的恐惧 可以得到更加多的安全感 阿德罗亦都是因为这样 才从医 最后成为了一个医学专家 虽然自卑是为了超越我们的人生而设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见到这一点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是走到另一个极端 例如有一些人外表很强势 他不允许任何人提意见 在职场上去打压其他人 试试都要强过人家 通过这样来获得权威感和优越感 但其实这样并没有办法令到这个人真正突破自我 又或者两个人有共同志愿 例如都是想做老师 但如果他们动机不一样 亦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如果做老师是为了用权威 来压制学生 用来彰显自己的力量 做医生是为了可以主宰其他人的生命 显得自己好像神一样 比其他人更有优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人亦都很难真正的克服自己 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因为做这件事 只不过是利用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 来获得安全感 他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抹平我们对现状的不满 所以我们的内心依然会继续自卑和不安 讨论了什么是自卑之后 我们要讨论第二个问题 就是自卑究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阿德勒认为自卑会为我们带来动力 但他也提醒我们要避免陷入自卑情结 因为这样会令到我们误入歧途 例如如果一个自小家境比较贫寒的小朋友 想吃什么家里都不会买给他吃 过年想换一件新衣也是奢望 他可能会用货如的时间去赚钱 令到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 他也可能会更加努力地读书 希望可以改善以后的生活 令到自己的后代不再隔代贫穷 在这个状况下 自卑会令到我们更加努力地去做事情 不断地去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我们在某程度上超越了其他人 但最关键的地方是我们突破了自己 阿德勒就是提倡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对自卑最积极的补偿 他会为我们提供圆圆不绝的动力 有些人明明家里不太有钱 但会拿父母身身复复赚的钱 去充大头鬼 去请朋友吃饭 请朋友去轮轮 很明显这个就是小时候的我 还有些人会怨恨自己的父母 亦都会憎恨社会 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公平 为什么人家有钱去补习 我没有钱去补习 这些都不是我的错 是社会的错 是父母的错 他们没有本事 我本来应该妥善地被照顾 但凭什么我要生活在这些鬼地方 我们有时甚至会见到一些小朋友 会故意用一些傲慢的举止 来去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 钱而已 我根本就不在乎 但我们大过了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对成功不是一顾 也都不会再努力地去改变自己的处境 这样的做法 在亚德勒的观点来看 就是对自卑的消极补偿 通常这一类的人就会误入歧途 对自卑的消极补偿 并没有办法真正地解决问题 我们借此而获得的那些优越感 只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自我满足 并没有办法真正获得社会的盈何 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的问题会越积越多 自卑感也会越来越重 时间一长 当生活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采取这种方式 去认定自己绝对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唉 我又没有学历 唉 我又没有本钱 唉 我又没有这样的头脑 如何去改变生活 如何去赚更多的被动收入 唉 我又没有口才 如何开自己的podcast 唉 我又没有商业头脑 如何去做小生意 唉 我大致都不会多谢 有什么资格和人分享我所学的知识 这个moment就陷入了亚德勒所说的自卑情结 陷入自卑情结的人为了减轻焦虑 反而更容易误入歧途 我们会见到一些青年欺凌的个案 例如的条女儿上去天棚 盖人家几巴 脱上人家的衣服 那些同档 这样做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群私暴的人 他们是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卑 通过去欺凌一些比他们更弱势的人 又或者是新移民的人士 可以令到他们弥补自己的内心的那种焦虑 弥补自己亦都是出生于基层的那种自卑感 或者是弥补自己得不到父母的爱的那种自卑感 好了 去到第三个部分 我们说了这么久 那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免陷入自卑的情结 实现自卑的超越呢 那究竟怎样才可以正确地处理自卑呢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要见到我们的自卑在哪里 我们绝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自卑 我们不愿意去见到自己的自卑 我们可能会见到自己很生气 很焦虑 很难过 但我们往往见不到这些情绪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其实这些情绪的根源就是你自卑 如果你想要解决你的自卑 你首先就要见到它 见到它在哪里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自己有两个自卑 是很根深提估的 第一个自卑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家里 并没有钱 第二个自卑对我来说的打击都挺大的 就是我小时候是英俊 但是越大越不英俊 我是充分感受到 由很受女生欢迎 去到大学的时候 无人问津的 这一件事其实对我来说的打击很大 就是你说 你本身是一只丑小鸭 越大越漂亮的 越大越多人追 其实是好事 但是 豈有此理 你把整个过程调转了 其实是很打击的 所以其实在上茅 和家庭的背景部分 都是造成我自卑的原因 我也发现我自己如何去对抗这种自卑 我是用什么外壳来对抗这种自卑 我是很明显地见到自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其实当你见到自己的自卑在什么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疗愈它 当我们搞清楚自己的那种 旧有的 已经行不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办法去改变自己 因为我们已经见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行动往往就会开始有成效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自己的现状的话 你应该是很认真地坐下来 从小到大重新去检视一次 你的人生里面的每一个节点 通过一些关键性的选择的节点 去疏离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 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选择 为什么自己会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那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在哪些时候自己是自卑的 我们究竟也是通过什么方式 来去对抗这种自卑感的 当我们很完整地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模式之后 其实下一步对你来说就很简单 我们很自然就会去修正自己的一些 不是很恰当的行为 整个过程就好像你踩brake 你不需要用很大力的 但是你整部失控的车就会停下来 亚德勒说过在自我超越的过程里面 我们确立的生活目标会影响我们前行的方向 所谓的生活目标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 如果我们的生活目标纯属为了制造自己的优越感 去报复家人 报复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报复社会 整件事就会一错再错 但是如果我们调整了自己的生活目标 努力去完善自己 就会令自己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才可以在获得成就的过程里面真正的疗愈了自己的自卑 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 我们一个人的生活目标是怎么来的呢 万一我们确立了一个错的目标 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 弗洛伊德的理论就认为 人的行为是由先天所决定的 同年时期所形成的潜意识 对人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另外一个行为心理学家华生就认为 是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只要给一个小朋友他 他就可以将他塑造成为任何他想要的样貌 那究竟子女好与坏 是父母天生就伺了给他 还是真是后天的沟通与关怀呢 亚德勒两者都不同意 他认为人的心理虽然没办法脱离 遗传和环境的影响 不过也都绝非是由这两者所决定的 因为我们是有权决定自己的思想 人是会对事情作个性化的解读 不同的解读就会造就不同的生活目标 我在讲吸力法则的时候举过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说有两兄弟是妈胎来的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有一天 他见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开了一部跑车 一声就在自己的前面停下来 就吓死这两个小朋友 大哥就很生气地撿了一块石子 打算扔了一部车 然后说了一句 有钱大小吗?可以打滑一下吗? 但弟弟竟然说了一句 原来有钱人是可以这么认的 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是会有不同的解读 不用我继续讲下去 你大概都知道 大哥和弟弟他们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大哥慢慢的一种心理解读 就会发展成为这个世界这样对我 我为什么要善待这个世界? 我最恨就是这些有钱人 但当我有钱的时候 我一定要将他们踩在地底上 而弟弟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解读 他和大哥一样都很努力地读书 很努力地摆脱自己的阶层 想着有朝一日都可以像这个人那样 过上一些很美好的生活 不过亚德纳也提醒 就算这种解读在开始的时候错了都不要紧 我们在任何人生阶段都可以重新解读 这种过往的经历 让我们可以修正到自己生活的目标 如果大哥在日后生活的过程中 打破了自己的思想框框 和更多这些所谓他很不齿的有钱人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他慢慢原谅了这些人 也都理解并不是每一个有钱人都像这个人那样 会这么囂張的 如果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和这件事和解了的话 其实他整个人生的目标是会得到修正的 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地 去重新解读自己过往的经历 去寻找到我们新的方向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就是超越自我的过程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 当我们已经陷入了自卑和沮丧的时候 我们又从何入手呢 我们如何去确立一个新的目标呢 这里有两个提示可以给大家 第一个我们可以通过去回索一下 我们童年的时候最早的记忆 阿德勒曾经说过 在所有的心灵现象之中 最能够暴露一个人的秘密的就是这个人的记忆 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就说有一个个案是一个女性 她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管理层 但是她不知为什么 总是会很仇视和打压一些很年轻的女性 永远都没办法和她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阿德勒就帮她回索她童年的记忆 她发现在一个女士她小时候 因为她家里不是很有钱 所以去到她上学的年纪的时候 父母并没有在她识学的年龄给她读书 而是等到妹妹到了读书的年纪的时候才一起给她们两个读书 而本来她在家里是唯一受到关注的小朋友 但当妹妹出现了的时候 她就发现自己被受冷落 于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战胜年轻的女性是她的终生目标 而这个目标也成为了她成年后 仇视其他年轻女性的原因所在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发现 记忆是会被我们人为散改的 但阿德勒认为这些记忆准不准确 和真不真实一点都不重要 哪怕这种记忆已经被你散改了也好 它现在现存的这个版本 就是我们对我们自身的环境的判断 就算整件事没有你的记忆里那么夸张 你明明就是带你妹妹两个月而已 推迟两个月上学而已 不重要这件事 重要就是你认为你是因为要遷就你的妹妹 所以令到你没得准时上学 当我们在回溯我们的童年的时候 我们说出来的东西 我们回忆发起的东西就是 家人经常都针对我 家人经常都侮辱我 同学生经常都针对我 经常都看不起我 够的了 这些事件究竟是不是真实呢 不要紧 你对这些事情 这些回忆里面所产生的那种情绪 那种感官是最重要的 这些感官足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到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当我们学会在早年的一些回忆里面 了解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感受的时候 并且知道这些感受和经验 如何影响到我们现在的 为人处事的态度 我们就有机会用一个新的角度 去重新解读这些过去的经验 当我们和过往的这一切都和解了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目标 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并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它受制于我们个人是怎样去理解 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 那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呢 我们又应该怎样去找到它呢 亚德纳认为生活真正的意义 存在于人类必须面对的三大事实之中 第一就是我们的职业 第二就是我们的社交 第三就是我们的婚姻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我们都需要和其他人产生关系 最核心的要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和他人合作 我们生命的意义 只有在和其他人的交往和合作当中 才可以体现出来 而一个人如果你想和其他人合作 那你所做的事一定要对其他人也有帮助 对社会要有贡献才行 否则就算你拥有的东西再多 对于其他人来说它也是没有意义的 往往那些陷入自卑情结无法自拔的人 才会对生命的理解倾向于极端的个人化 他们的兴趣往往只会停留在自己的自身 这样就导致他们很难和其他人合作 又或者是去帮助他人 那问题又来了 我们怎样才可以和别人合作呢 合作呢最先是源自于我们的家庭 家庭会令到一个人 学会如何去关心身边的人 令到我们学会和他人合作 一个人出生之后 第一个接触到的人就是他的妈妈 去照顾小朋友的那个人 通常都是妈妈 所以 合作首先 就是通过妈妈的延传新教去传给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出生之后 妈妈就是他的全世界 小朋友伤心的时候 妈妈会很温柔地去拥抱他 吃饭的时候 妈妈会微笑地去赞他 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会令到小朋友更加喜欢他 更加愿意和他合作 不单止是这样 妈妈还要懂得 要让自己的小朋友和他爸爸多点打架 鼓励小朋友离开自己 甚至乎离开自己的家门口 和其他小朋友去玩 将信任和友谊扩展起身 直到整个社会 但如果一个妈妈 她只是对自己感兴趣 会导致自己变成一个怪兽家长 不断控制她的小朋友 和为她的小朋友建立了一种要竞争的观念 这些妈妈很典型的行为 就是他们会跟小朋友说 你离开了我 你连饭都没得吃 你老爸根本就不会理你 通过说这些说话 可以令到这个妈妈 将一些不平衡的心理平衡 令到自己在小朋友的心目中 更加重要更加受欢迎 这样的妈妈 就会导致这个小朋友 不懂得和其他人平等的合作 也无法扩展到这个小朋友 和其他人的联系 一旦这些小朋友离开了这个妈妈 例如去上学 很容易就会出事 很容易就会令到这个小朋友 变成一些被重力过渡的小朋友 而这些被重力过渡的小朋友 对世界的定义就是 生活意味着我应该被视为最重要的人 我要得到我想要的所有东西 但这个家庭之外的情况 并不会像这个小朋友的预期般发生 尤其是去到学龄时期 我们在学校的付出 并不一定会受到别人的赞赏 我们在职场上的努力 也不一定会获得掌声 所以这些挫折 很容易会引发到我们的自卑感 而另一种相反的状况就是 这个小朋友是被忽略的 爹地和妈妈都在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后 就对他置之不利 要不是被扔给爷爷妈妈照 又或者是他们两个都忙着自己的工作 这个小朋友无论发出什么被关心的讯号 父母都是对他置之不利的 那这些小朋友他对这个世界的定义就是 就算我无法独立完成 我都绝对不需要去请求其他人的协助 因为没有人值得我去信任 那这一类的小朋友 会往往低估了群体合作所带来的效益 那我们会发现 当他进入学龄时期的时候 他会和其他的同学仔格格不入 他经常都会一个人独处 看待任何的事物都是冷冰冰的 其实这样只不过是他对父母 对他的方式的一种投射 而第三种小朋友因为自己身体有缺陷 例如说可能脚有问题 那当这个小朋友想去控制他的身体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所以他没有办法不用更多的精力 去控制自己的身体 而这些这样的习惯 就很容易令到他将人生的目标 放在个人身上 因为他为了控制自己的身体 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根本上就没有办法可以看到 群体的目标是什么 那上述的这三种小朋友 他们所用来喘息这个世界的目光 都是觉得不需要和他人合作 在一个家庭里面 父母之间的关系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很重要 一个小朋友对婚姻最初的概念 就是在他爸爸妈妈那里学回来 如果爸爸妈妈可以平等地合作 小朋友将来就可以学会 如何和他的配偶 或者其他人好好地相处 而如果父母之中有一方 硬是喜欢去驾驭另外一方 例如说爸爸是家庭之处 脾气又暴躁 又觉得整个家里没有他不行的 家里所有的人都要对他言听计从 很大男人的 小朋友很可能就会认为 婚姻是一种奴役 又或者是从属的关系 作为父母 我们要令到小朋友知道 无论谁拿钱回家 谁负责去赚钱 其实在家里面 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 妈妈在家里就算是做家务 照顾家里 她也付出了家里的责任 我们也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 这些这样的延传身教 都可以令到小朋友认知到 究竟怎样才可以和其他人合作 父母之间的这种合作 才是一个小朋友学习的榜样 但当然我都说了 父母这些东西是不能选择的 真是撞手神的 假如我们在家里面 没办法真的学到什么合作 也不一定理行不懂合作 因为同样是一个 你如何去解读这件事的问题 我们有些人见到不幸的时候 我们是会反思 我们以后不希望再重复这种不幸 而有些人见到不幸 是想着去报复这种不幸 所以有些小朋友 见到家里不幸福 见到家里支离破碎 父母的关系不好 可能会令到他们更加愿意去了解 什么是婚姻 更加令到他们去珍惜他们自己的婚姻 更加珍惜和其他人合作的关系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的时候 我们也要留意这种情况 会不会对小朋友的心理造成影响 不过同样也是一种解读 有些小朋友 当自己的妹妹出世后 她会解读到 觉得自己的妹妹很小 自己也要和父母一样 去关心自己的妹妹 这种解读就是良性 但如果小朋友觉得 这个妹妹出来 就是来抢走父母在我身上的关注 她可能会做很多事情 去吸引父母的注意 大了之后也会更加容易和别人比较 和喜欢和别人竞争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案例 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同一件事不同的解读 而不同的解读 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好了 来到最后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所谈论到的内容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卑感 自卑是我们追求卓越的一种推动力 它可以令到我们克服困难 超越自我 而想要克服自卑 我们就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 重新去解读我们童年的时候 所遇到的一些事件 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而这种生命的意义 不正是我们一个人的意义 而是我们与他人合作 而产生的意义 这种意义体验在我们的职业 社交和婚姻关系里面 当我们在这三方面 都与他人合作 并且对他人有帮助 我们才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 也才会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克服到我们的自卑 今集的内容就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资讯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个小铃铛 有能力的朋友仔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又或许使用超级感谢 你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我们讲金不讲心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